没有的 这也是忙活的 没顾上买 哦 那电视应该买啊 啥都买 都买个电视啊 哦 这样吧 我给你打几万块钱 你把电视买上去 啥都有了 我看电视到现在还没买 不用了 不用了孙音 我这有钱的 你不用给我打钱 不不不 不 你又是你的 我给你贴你搬家了 不一定把房子换人心装修了 我给你贴一个东西 贴一个电视机啊 哎呦 天呐 好了 不用 不用 你把吃饭了 后来又赶紧去 赶紧去把电视买上 一家人平时没手是可以坐下来看看电子 把没电子进哪里行啊 所以你的心意我领了 真的这钱我不能收 我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好 必须的 必须的 二人马上就去买去 哦 所以我几次我都看来看去 我看见电视机还没买 所以我去去想 你买什么东西呢 我一看你电视机还啥都有电视机没有嘛 所以我想给你打一块钱就买个电视机啊 那也不用打那么多呀 你咋打那么多 买去买个好的嘛 电视机买去买个好的 好像现在目前有流行的一种什么叫海星电视 这个电视机挺好的 对眼睛好 刚好尼古还小 所以把对小孩的引力有保护作用 所以买去买个好的 哎呀 天了 你给我太感动了 哎呀 好了 你就买个好的吧 为了美国买去买个好的 就不说了 那就赶快去买去就行了 那行了 赶快就把它拿回来把它装上写 嗯 嗯 再好好 拜拜 嗯 拜拜 嗯 拜拜 哎呀 我们自己买就行了嘛 就说的就是啊 那孙姨就不行啊 他非得要给我们买个电视 他想的是我们装修好房子了以后 给我们添一个电器 那也太多了要几万块钱 我就刚说了嘛 我说那也不能买那么贵的电视呀 然后孙姨说电视要买好的 对完了眼睛好吗 怎么回事 有心关注我的网友们可能不太清楚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然后我父亲又找到我现在的这个孙姨啊 我孙姨呢也就是我的继母 我一般呢就叫她叫孙姨 因为我要叫她妈 原来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孙姨说的不喜欢我叫她妈啊 不是不喜欢 她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那种感觉啊 所以她就一直让我们叫她孙姨 对我们呢是非常非常的好 真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亲生的啊 但甚至亲生的这种感觉 所以刚才她说给我们打了一万块钱 看我们把房子装修好了以后 想给我们添一个电器 一直看我们电视没买 所以呢就让我们赶快去把这个电视买上去 哎 怎么说呢心里暖暖的呀 挺感动的 我不想要这钱 我们自己也可以买啊 但是她的这份情啊 我觉得拒绝了也不好 啊 那我们就赶快去吧 打了几万块钱吧 嗯 太多了呀 所以说要买个好的 多好啊 电视不就两三千吧 现在电视贵的好得多了是 我倒是想买个投影呢 啥 投影 投影 投影就算了 投影呢 投影多贵啊 这个 大家觉得呢 我们买投影 还是这个电视呢 电视看下去吧 先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吧 看看再说 你看我们这儿 把花雪幅度的穿上呢 那就等于电视里面 对 这一开始了 对对 看那边有很多东西 咋了 看不上吗 那个电视 我们再多看看好不好 就刚来嘛 看了一下 货币三家吧 海姓的 嗯 这这关店只有海姓的 怎么能造成那样的 这是投影是吧 短聚焦 短焦投影 嗯 它屏幕不通电 它不够电推动 嗯 嗯 主要我们想 要一个这个 牵着更好一点的 它是属于那种 壁纸 是吧 叫壁纸电视 壁纸电视 壁纸电视 所以我们那个眼板 啊 嗯 它是凸出来的 电视要再凸出来 就好看了 嗯 太贵了 太贵了 但是我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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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